湖南台将翻拍来自猩猩的你,男主没人有意义,女主却令人不服,当初大家都说水土不服,就服湖南台的翻拍能力,这不,小编听说曾经火急一时的来自猩猩的你,又在芒果台翻拍了, 听到这个消息,你们有没有感觉心头一颤呢?是不是觉得千万不要翻拍?若是翻拍失败,那真的又是一场口水战,其实小编并不觉得,因为听说这次的选角很认真,所以小编还是有点期待的呢? 当时来自猩猩你的在韩国火了,之后火遍了中国和世界各地,这部剧的火在于剧情的有意思外,还是因为男主和女主的高颜值和精湛演技,当时的金秀贤和全智贤在中国有很高的呼声, 据说当时金秀贤献身上海机场的时候被疯狂围堵,甚至有人一路跟随护送,在剧中女主大胆烈烈的性格和男主高冷孤傲的人物设定,实在是非常受人欢迎,再搭配上炸鸡啤酒,简直叫人绝呼好爽, 现在湖南台将翻拍来自猩猩的你,男主的选角舍定没人有意义,女主却令人不服,原因为啥呢? 小编就来为您解答,听说这部剧要翻拍了,网上各种猜想蜂拥而至,但最令人满意的就是男主选择了李一峰,而且根据网友的反馈,也没有什么意义, 因为消失在大众视野好久的李一峰终于要回归了,最近上映的动物世界,也是位受赞赏,所以网友们相信他,一定能胜任这一角色,但是在女主的选择上大家就开始了争论, 有人多网友支持赵丽颖,说不仅武官好看,演技稳定,孩子在众多流量,一定能带火这部剧,并且之前和李一峰有关合作, 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也很好,可也有网友质疑赵丽颖不适合演剧中的千松一,毕竟剧中人物设定是一个霸得独立的大女人,赵丽颖不适合这样的角色,这个角色应该由迪丽热巴来出演,毕竟热巴丹得起剧中女主设定,收视率也是妥妥的,最好还有部分网友提议让郑爽来出演这部剧女主角,因为郑爽演过相关的电视, 在其中的表现虚可圈可脸的,那你觉得实演更好呢?有不同看法的,你可以在文章下方评论给小编哦 不是 no,你觉得有点赚多手吗?你怎会想带умcil吗? ische电视卦这自己发现就像 适月的,是的咱俩带的バ机 into网友说,就能听邏代 annual有什么 91tha kindness 设许叫出名词